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其实现在社会上挺多的 哪样的女孩 能力一般 学历一般 出身一般 长相嘛 过两年也肯定一般 却想过不一般的生活 从C类直接走捷径进入A类 我不知道什么C类A类的 我只知道女人分两类 留得住男人的 和留不住男人的 还有第三类 勾引男人的 而且是别人的老公 谢谢夸奖 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我佩服你可以委屈自己 委屈自己的一切 换来你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 可我告诉你 你的市场目标选错了 一城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你的靠山找错了 这买卖你赔定了 没过多久你就会明白的 到时候 鸡飞蛋打 人才两空 我看你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 给他一个交代 黄一林 你没必要说这些话来威胁我 我明知告诉你 你老公我要定了 这种生活我也要定了 你给不给吧 我今天约你出来谈 是因为我幻想你对一城还有一点点真诚 可我错了 那我就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 你给我站住 你站住 你干什么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干嘛这么骄傲啊 是啊 你学历好 出身好 能力好 那又怎么样呢 你照样留不住你老公 我告诉你 一城他现在爱的是我不是你 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 你就是小三 你赶紧离开我的 你的心太脏了 我该给你洗洗 你凭什么碰我啊你 一城 还有谁碰我他还骂我 闭嘴 他 闭嘴 凭什么让我闭嘴啊 我就看见你刚才对人大呼小叫 快跟人道歉 一城 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对不起 一连 我也跟你说声对不起 灵翘的 大的力量 说话没行没废不过脑子 他要说错了什么得罪了你 别往心里去 这丫头年纪小 小地方出来的 没见过什么事 你和我妈这左一波右一波的 容易把这孩子吓着 咱们俩分开呢 我跟你说过 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 跟灵翘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希望如果以后有什么事 你就直接来找我 咱俩好好谈谈 好吗 我 终于成 这是你所有想跟我说的话吗 你心疼他了是吗 刘雨琳你不要这 周一诚你心疼他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算在这一步吧 今天不是故意让你来的 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秦秦还有你妈 都轮着帮的来找我 我今天真是害怕极了 才把你叫来的 你不会生我气吧 我嘴也泼了 我也爱他骂了 我就差被他打了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你又去哪儿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是不是因为我 这事跟你没关系 那你是不是想让我走 你是不是想让我走 你是不是想让我走 打小自由散光挂 一般人都管不住我 我终于成想要的东西 一般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我离开了婚姻里 可偏偏偏这个时候吧 你又出现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又出现特别不假的 大家把对我的误会 都发泄在你身上 因为这时候 因为这时候没想让你说委屈 所以说我终于成了 现在不想再伤害任何人 所以林乔 你要真心找到一个能对你好的人 他的事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不走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待在这儿 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地方可去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喜欢你 我只想让你知道一点 我了解你 我懂你 我知道你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我能给你想要的生活 别人怎么看我 我真的不在乎 我只希望你开心 你开心了 我也就开心了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我这房子主人呢 不是 你这一大清早来敲门 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啊 真新鲜了 这房子东家是我 怎么能换成你了 你才新鲜哪 你才新鲜哪 这房子的主人是我老公 你是谁东家呀 你是居委会来收水电费的吧阿姨 你猜对了一半 我是来收水电费的 但不单是这一笔 我还要收房钱 拿来吧 快点 不是 什么房钱呀 你跟谁要房钱呢 我说你到底是钟一诚什么人呀 钟一诚的媳妇 长得不是你这模样啊 我可告诉你啊 我这房子 都是租给正经人住的 你们可不要在我这屋子里 干什么偷鸡摸狗的勾当 脏了我的房子 钟一堂 屁屁屁 别喊了 他睡觉呢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行 我看你这一副当家爱人的派头 我就跟你说 一诚一诚 别睡了别睡了 快醒醒了 别睡了 嗯 我问你 一诚 这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呀 嗯 找清找的 抽什么粉 但是 那罗先生那女的 为什么说这房子是她的呀 还来要这个房钱 什么房钱 她跟咱要这个房子的房钱 挑几号啊 十六号啊 七月的是吧 好像真是药房子 是不是也胖老太太 对 不是 以前这事嘛 不为我管 都是人家黄临弄的 都给忘了死死的 不是 这 这房子不是你的 是我的呀 是那个老太太租给我的 她在家里吧 我去看看去吧 去 哎呦大姐 这话怎么说的 怎么让您在外待的呀 快快快快 请请请请 我记你这个门可真够不容易的 啊 我见天上早晚账就来点宝来 都一个多礼拜了 你干嘛去了 哎 我这不是那个 出差去了 出差了 周一诚啊 这够可以的啊 这才结婚几天呀 又又换一新媳妇 哎 你是不是瞅着人家年轻漂亮 眼馋了是吧 哎不用说啊 就你这媳妇 可不是个忘乎的像 还没原来那个瞧着顺眼呢 以前你媳妇啊 每次都是按时把房钱汇给我 这次晚的也忒邪乎了吧 哎 大姐您看您说的 我这不是出差去了吗 时间上可能有点紧 您 容我晚两天 咱们有人的话能无理说行 无理说行 甭费事了 就站着说吧 先说该结的 杂费 水费 电费 煤气费 车费 物业费 大街青草费 垃圾处理费 哎 我说全会了吗 那什么 说全会了 您 您说全会了 可是 我这有点没辙呀 怎么着 你哪有打产呢 哎 瞧您说的哪能啊 大姐 我不会这意思 不会 不会啊 我跟你说啊 我要的这不是房钱 我要的这是饭钱 我们一大家的 就指着房子吃喝呢 你说你这楼上楼下住着我的房 你总不能逼着我们家老人上吊 孩子退学吧 哎呦呦呦 大姐看 瞧您说的 您这言重了不是 我什么意思呢 就说 我晚我 能不能让我去晚两天呢 一天也缓不了 我告诉你 能 这个季度的砸费 加后半年的租金 两股省景成一根算变的 六万一千四百二十六块八毛 你给个痛快的吧 呦 大姐 您这 一个字不太差的啊 特别准确的 特别准确的 嗨 哥叔 大姐 我这 我现在真没钱 怎么着 你想耍赖啊 我告诉你啊 要论胳膊跟住你不是我的车 走 哎 大姐 不是 还没事上什么派出所啊 您看您 对啊 您别这样 我们最近啊 真是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 真是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哎 要不您过些天再来过来跟我们要 我呸 有钱换媳妇 没钱交房租 还就不信了我 这点杂费您先拿着 我们最近呢 真是拿不出来这些钱 您别说 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 就算是把他送到法院去 我们也拿不出来这钱呀 我们是真的没钱了 您再容我们还几天 行吗 我告诉你啊 你甭在这给我耍幺蛾子 你今天给我个通话话吧 到底什么时候给 怎么着也得 怎么着你也得容我个十天半个月呢 没点便宜事 三天 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你交不上房租 你立马给我走人 不是 大姐 三天 一个星期行不行啊 好 喂 喂 威老板 您好 我是溢城工作室 是黄总吗 我 我不是黄总 我是他秘书啊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们公司最近 有没有什么展现方面的业务 我们愿意节省为您服务 您是我们的老顾客了 我们一定会多给您一些优惠的 赞考黄总 他在公公司查消息 我都回来了 希望不要代替做展现的事 他在公司就是 下次我们一定会提高服务质量 下次包你满意 好吗 下期王总来投资 公司查消息 来 行不行了 拜拜 哎 魏总 魏老板 到清早的拿我电话本 给谁打电话 魏老板啊 好好地咱们想起来给那姓魏的打电话 我不跟他要钱 咱们下个月房租怎么办啊 姓魏的那个什么都不懂 跟他沟通点事费尽着呢 我告诉你啊 以后千万别给我接近用傻活 现在还挑什么好活烂活的呀 再没有钱 下个月我们就要搬到马路上去住了 就是睡马路 我终于成爷得给你当店子 喂 是胡哥吗 我是翘翘 对啊 对啊 你今天忙吗 是吗 那你来我们家吃饭吧 逸程让我特意给您打电话 说叫你来我们家吃个饭 是啊是啊 他好久没见你都想死你了 好啊好啊 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好 那我们等你了啊 好嘞 一会儿见 拜拜 虎哥 拜拜 你说 跟家里吃饭 比外边吃饭舒服多呢吧 外边吃完还得排队 跟家里边多舒服 但是谁有你这福气呢 我哥 喝点茶 提紧腻 谢谢 谢谢 酱 呵呵 你小子有福气啊 我有什么福气啊 你说你一个人 站着那么大个工作室 这可都是著名艺术家扎堆的地儿 是吧 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天天围着你转 你小子太有福气了你 唉 但是 这顿饭也是我们在这儿的 最后一顿饭了 啊 为什么呀 我们这不马上要搬走了吗 不是 这个好好的搬走干嘛呀 这个房子这么大 租金太贵了 我们有点承受不起了 而且 我也不想给一城那么大的压力 也是 虎哥 您有没有什么朋友 愿意租房子呗呀 愿意租房子呗呀 我想想啊 哎 老马那房子不空了吗 他去法国了 是吗 哎呀 那太好了 不是 那在哪儿啊 哦 就是有点远 在北边呢 哦 远不远的也不重要 哦 远不远的也不重要 主要是这个 房租这些方便啊 哎 肯定比你这儿便宜 那 大概 会是在多少钱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要不回头我帮你问问 哎 行行行 你帮我们问问 嗯 朋友嘛 就给个朋友价 是吧 哈哈 来 反正虎哥 您 就帮我们问问呗 哎 是吧 倒退了 我一会儿还得欠个人 反正也吃饱喝醋了 我先走了啊 谢谢你们的传败 行吧 好嘞 好嘞 那我送送你 别别别别别 别送了 别送了 走了啊 走了 走了 哎 干嘛呢你 这客人还没走呢 你冲谁拍桌子呢 你冲谁瞪眼睛呢 我问你 我家吃这顿饭 什么意思 喂 我跟你说话呢 你家吃这顿饭什么意思啊 你说吃这顿饭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吗 我这不是想请他来帮我们找找房子吗 咱俩找房子 回找房子 你把我兄弟叫过来干嘛呀 他朋友圈那么广 怎么着也能帮帮我们吧 要不然找中介去啊 你知道现在中介费多少钱吗 我们的事是我们的事 咱俩内部解决对吧 你把我兄弟叫过来跟他说这件事有意义吗 你非得让人知道我 我现在没钱了 我现在落魄了 你让我兄弟诚心看我笑话 你让我脸吗难拖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这么要面子呢 再找不着房子 我真的要搬到马路上睡去了 你能不能找得点急呀 你不能找我 我就是房子了 三天就来了 我求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肯定把房子给你整整 我保证三天之后 我让你踏踏实实住进新家 成吗 成啊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行吗 我为你发表我 您要做了 我这个 PLAY 你是什么话